五亿人族最后一位人皇之名 恳请华夏三皇五帝 祝我一臂之力 就在刚刚人皇帝心 在轩辕皇帝的加持下 突然开启轩辕剑阵 顷刻见 这漫天的剑影 席卷了整个女武神竞技场 而当那巨大的黑白巨剑砸下之时 主神奥丁也第一次面对死亡 人们静静的看着场上的变化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 这北欧神王会死在一个人类的手里 果不其然 这奥丁真就再次站了起来 只不过此时的一幕更加的害人 只见奥丁狼狈至极 那神圣的王者之冠被打得破碎不堪 就连自己的左臂也未能保住 是的 这就是真正的人皇之力 当年东方偏神 若不是以黎明百姓的性命性要挟 又怎么可能斩杀得了这人族最后一位人皇 也更不可能会有后面的无数所谓天子 而这个时候 奥丁浑身鲜血不止 短短时间内竟然染红了他脚下之地 但这也彻底让这个北欧神王疯狂了起来 当着众人的面 这神王的尊严得狠狠的践踏 这比杀了他还要指命 只见他凌乱的头发无风自动 朝着地心大吼 小小人类 你竟然伤我身体 今天就算让这天地剧灭 也要让你受到天怒的惩罚 话音一落 他右手缓缓抬起 放到了自己右眼的眼罩处 而当他摘下眼罩的一瞬间 在场所有的人都仿佛从他那空洞的眼睛里 看到了宇宙万物 原来这只空洞之眼并不简单 当年奥丁为了能够获得世界之术的智慧泉水 曾独自跨越虚空来到巨人国度 以自己的一只眼为代价 向巨人秘密而交换而得 而奥丁这才拥有了鲁纳斯的智慧 在回去后的千百年间 他不停地往那只空洞之眼注入神力 想要弥补这一缺憾 而那只眼也最终获得了吸纳宇宙万物的能力 而当他把眼罩摘下之后 一束黑光射入空中 同一时间巨大的阴影慢慢出现 人们抬起头彻底的傻眼 天上一个巨大无比的陨石正在缓缓降落 这白天也瞬间转为黑夜 这疯狂的北欧神王奥丁 他放声大笑 你不是东方人皇吗 这陨石落下之后天地巨灭 你的子民也将一个不留 我看你怎么救